好,今天跟大家讲一讲拍卖的几种价格 首先就是拍卖行的收入从哪里来 是从佣金而来 所以当一幅作品拍到1亿 其实跟拍卖行的关系没有太大 是1亿元的佣金才跟拍卖行有关系 那这个佣金怎么计算呢 那这个佣金要看拍卖行 每个拍卖行收取的佣金都不一样 也可以从5%到25%都有 那一般艺术品的佣金是比其他的拍品高的 那再来就是一个保证金 如果各位想去拍厂买东西的时候 一般你都要缴纳一个保证金 这个保证金是可以有效防止 当买家净得拍品的时候不愿意付款 那这个时候保证金就可以变成佣金 或者转成定金 那还有一个就是保留价 保留价是什么 这个是针对卖家的 也是卖家保护自己的一种措施 也就是说这个价格 定于这个价格不予成交 比方说我这个价格 我说我的保留价是10万 那现场喊价喊到9万5千 没有人喊价了 那这个时候拍卖官就是流标不予成交 因为为达保留价不予成交 一般来说 艺术品拍卖它都会有个估价 比方说这个估价是10万到20万 那最低估价就是那个保留价 所以如果有朝一日各位想送拍的话 就要好好去掂量 好好去考虑保留价怎么定 定高了可能没有人买 或者气氛比较差 定低了自己有风险 所以要自己好好考虑 那估价刚刚说了 是一个拍品 拍卖行会给一个估价区间 说这个作品大概值多少钱 但这个只是一个建议价 并不代表最后的成交价 会在这个区间里面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媒体报道 说某某某艺术品高于估价 多少多少多少成交 这个也是经常见的 再来还有个什么价格呢 在艺术品拍卖里面 有落垂价跟成交价 落垂价叫Hammer Price 成交价叫Price Realized 这两个价格有什么分别呢 Hammer Price是在厂上拍卖官 落垂那一刻的价格 这个价格是没有含佣金的 那Price Realized 成交价呢 就是包含佣金的 所以大家在看报道的时候 要小心 有时候报道的是落垂价 有时候说的是成交价 要搞清楚不然你会差个 差个20%都有可能的 好最后我们讲一讲进家阶梯 可能有时候大家都会问 为什么一下这个拍卖官加2000加2000 到最后又加5000 到最后又加1万的呢 每一口价每个阶梯 其实都已经规定好的 那有些拍卖官会有自己的规定 如果没有自己的规定 行内也有一般的规定 叫250258 那比方说 1万1万2000 1万4000到5万 我们就5万5000 6万6万5千7万 7万5千8万 这样子一直上的 当然比方说 5万下一口价5万5000 现场有人含5万300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拍卖官 就有权利去定夺 他接不接受这个价格 他可以说接受 接受好5万3000 他也可以说 不好意思未达竞价阶梯 我不能硬价 他就说还有没有人加到5万5000 那这个就看拍卖官 当场的判断了 好今天拍卖的价格 我们就讲到这么多 有机会我们在拍场上见 谢谢